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星期一我们的科技新知呢 非常的开心我们每个月呢 来跟我们从这个比较轻松的角度 来看健身的物理啊 就是Zio老师 哈喽Zio老师 哈喽乃金各位听众大家好 Zio老师你对于像那种什么武器啊 这一类的会很有兴趣吗 说一实话是蛮有兴趣的 这个不过要想起男孩子 小时候总会这个武刀弄枪嘛 拿个枪来蹦蹦打 所以大概男孩子我看大部分 至少我这个观察的结果 会特别到这个部队服役的经验 这个大部分的男生都对武器蛮有兴趣的 很多这个重要的这个武器啊 什么原子弹这些都是都是物理学家 真不想承认 这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 非常有关联对不对 对对对 不过我们物理学家都要用这个来自我辩护一下 我们只是追求真理 那些是副产物对不对 虽然当初啊丢原子弹那些发发明的原子弹的一些科学家 全是物理学家 几乎都是物理学家 那时候美国嘛就成立他们的这个实验室嘛 所以呢召集了很多 那时候又有大家都知道像那个爱因斯坦 对啊 从德国流亡过去嘛 那爱因斯坦虽然是理论物理学家 可是他在这一个原子弹的制造上也出了很大的力 那这一个原子弹的制造 那当初科学家都说 只是他只是想要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 当作是一个巨大的物理实验 但是大家晓得嘛 他的副产物当然就是有很大的杀伤力 就可以拿来丢日本啦 那当然后来科学家都说 这个核能很重要啊 你看我们有核能电厂嘛 那也是多亏了我们对核能的理解 才有核能电厂可以用 才有这些核子潜艇 潜艇又是武器了 对啊 因为在这个应用上来讲 他对于人类是的确有很大的贡献的 非武器的这部分 而且事实上有很多在科学 还有科技上面的很重要的发现 或者是发明 它都是来自于武器啊 其实是啊 因为那个是最 那个是有最多经费的地方 对啊 而且最有需求的 而且逼着你 人啊就是被老虎狮子追的时候 大概是最能发挥潜力了 那战争是跟生命有关嘛 所以大家都一定发挥潜力 所以你看历史上面 像飞机有没有 飞机的这个发明 那个两次重大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跃进 都是搞在大战 一次大战一次二次大战 OK 一次大战的话 这个飞机就是大部分的可以应用啦 从双翼机到单翼机啊 然后第二次大战 就让我们有喷射机的出现啦 所以你可以晓得这个战争 虽然很残酷啦 可是也是这种科技的摇篮 是 所以大家知道物理有多重要 我还是要声明一下 我们物理学家是很爱好和平的 是是是是 物理有多重要 然后那个诺贝尔奖 才刚刚都宣布完嘛 有一个说法是说 其实诺贝尔奖里面 科学奖的这个部分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物理 哈哈哈哈 那因为他自己是物理学的这个老师 同样会同意啊 对啊对对 因为他是 他是很多研究的最核心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嘛 所以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呢 是非常厉害的 我每一年啊 在这个诺贝尔奖这个科学奖的 科学奖这个类目宣布的时候 都非常的兴奋的 而且觉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呢从来没有 就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奖项就是 你应该翻译过来了嘛 你几乎啦 就有些化学元素 你可能还是不太认得 它那个是什么字 但是几乎呢 你那个每个字呢 你都认得 但是呢 合起来完全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就觉得哇 好兴奋的无知啊 真的太难 好难哦 这个像比如说 今年的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是有三位这个英国学者 以拓普相态的这个研究 来得到这个殊荣 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什么叫做拓普相态 就完全不懂耶 就不懂 真的不懂 这三个字都是中文 聚在一起就好像大家懂 对 不过这个其实不只是 乃金你觉得困惑 我看大家也觉得很困惑 其实丢给我的话 我也觉得很头痛 要怎么样讲解给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拓普 它就是直接算是英译 对不对 对 Topologic Topologic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OK 那拓普的话 其实是拓普学 它是最早 其实只是纯数学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大数学家 就是Oiler 就是我们通常把它翻成欧拉 他在研究就是说 怎么有欧拉定理 对不对 对对对 欧拉定理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有这个定理 就数学上了一点 我现在可能只记得 必试定理之类的 对 那他那时候在 聚在一个城市里头嘛 那那个城市的话 有七座桥 然后他就研究说 他散步的时候 不想走过同样的路线 所以呢 他在走那七座桥的时候 就想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 就一个散步路线 不重复的走过 那个七座桥 然后把它散步成功 听起来超无聊的 对不对 你就觉得学家 睡家的脑袋 真的是有点 跟异于常人 对不对 可是还蛮实用的嘛 对不对 他不想要散步过 同样的桥吧 这个是蛮实用的 因为你散步的时候 你都会想要 走过去跟走回来 是不同的路径嘛 对不对 无聊 那你就像那个 那你就 你就自己做一种 什么样的记号 或什么的 就不要做 走过同一个桥就好啦 所以他要规划 他在地图上面画 就想说 我怎么样散步呢 可以不重复的走过七座桥 然后一次就把它们散步成功 就后来发现 这个背后是有它的科学 有它的数学的定理在那里头 然后后来想到了 这个走的路径 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形变的 就我们走的路径 形状一定是可以改变的嘛 不可以走长走短嘛 可是头跟尾 或者要经过的地方 它可以是固定的 可是路径确实是可以变的 这不就跟我们 比如说结绳 有点像子 绳子我们在结的时候 绳结本身打结的 但绳子可以弯来弯去的 然后后来又发现 这个东西不就跟黏土 又好像有点像 我们黏土不可以捏来捏去吗 可是捏来捏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些东西是固定的 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举个例来讲 这一次诺贝尔奖 他在颁奖的时候 要讲这个拓普学的时候 这个颁奖的委员会 也遇到我们今天同样的问题 他为了要讲解给大众听 所以他拿了面包上台 那时候看这个转播的时候 还蛮好笑的 这个委员会就真的拿了三个面包 一个面包 这个就看起来有点像是 我们的馒头 馒头的话 是不是就是没有洞 另外一个就是bagel bagel或是甜甜圈 对中间有个洞 对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有一种那个面包 它上面是 其实是有两个洞的 那这三个 你可以看到 如果以黏土来比喻的话 它们最大的不同 就是一个有洞 然后一个有两个洞 当然你还可以依死泪吹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这个是黏土 可以把它任意捏起 不同的形状 可是那个洞 是不会受影响的 在数学上就很有意思了 因为数学上就是在追求 有些东西可以变 可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就好像我刚才讲 那个走在七座桥 那七座桥是不能变的 可是你路径是可以变的 绳子一样 绳结是不能变的 可是绳子本身是可以变的 请问一下 问一个很根本的白痴问题 就是说 这在数学上的意义是什么 中间有这些变化的意义在哪里 就你会得到 起点跟终点是不变的 中间是可变的 那要干嘛 那研究的时候 这个数学家最怕你问这个问题了 我目理学家已经很怕了 数学家更怕 数学家因为你讲说 这个东西 他就先只是因为兴趣研究它 可是后来有很多延伸的用途 比如说我问你嘛 这个一加一等于二有什么用 单纯的数学上面的话 累计啊数量啊 就用在 你知道用在计算上面 对对对 那你刚才这个拓步学的话 你也可以用在 比如说一些物体的那个 变化 对啊 外形形硕啦 这些东西上面去研究它 甚至跟一些东西有关的 比如说 呃 那个 我们绳子打结的时候 怎么样才是达到一个 最好的最稳定的形态 状态 状态啦 这个其实已经很末端的 关系和研究了 可是呢 最主要科学家当初研究这东西 只是为了兴趣嘛 那最主要就是有东西不变 有些东西会变 然后这就是一个拓步学 OK 那当然这一次 你可以看到有用在哪里 就有用到物理学上去啦 物理学上这次研究 就可以应用拓步学 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 对啊 然后他就说 这三名的物理学奖的得主呢 呃 研究物质的奇异向态 呵呵呵 什么东西啊 然后呢 比如说超导体 超流体 磁性薄膜 哈 得到关于物质 拓普相变和拓普 向态的理论发现 这真的是还是看不太懂 对啊 真的是完 不是看不太懂 是完全看不懂 嗯 他讲的就是跟您的一样 他这边的解释是说 他说在研究不同空间的连续变化 比如拉伸啦 弯曲啊 压点啊 有哪些特质是维持 他不变的特性 是啊 嗯 这个是很重要 是哦 这个 这个故事讲的就长了 这道理 这次啊 最特别难的原因是因为 他这个其实是在 现在物理系修的时候 都已经到了研究所的程度了 都是硕士班 就是比较高级物理就对了 他里头有一个 里头的得奖者不是有一个 是K开头的吗 有一个是K开头的 嗯 对不对 他就是KT相变嘛 这个科技相变 其实是研究所的这个 统计物理的时候 布朗大学的那个是K开头的 对对对对 就是叫做 在华盛顿大学的K开头 很长嘛 科斯特利兹嘛 对对对 科斯特利兹 还有一个是杜烈斯嘛 对不对 然后其实这个KT相变 前面还有一个人 是B开头的 那B开头的 这次没有得奖原因 是因为 他已经上了天堂了 过世了 过世了 诺贝尔奖不颁给死人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诺贝尔奖不颁给 他当初的规矩就是这样 他就是 但是呢 他又不早点颁 然后有一些人 也不能说不知道 他大概觉得 等不到 对 等不到这个奖 他大概希望这个 活的人来领奖这件事情 比较好看一点点 对 而且就是说 为什么很多的这个 因为他们很多的这些发现 其实都蛮早的 但是都到他们比较 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才得奖 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的理由是说 他们希望他们的理论能够得到比较多坚实的证实 真的 真的 可是你看像那个杨振宁跟这个李振道两位 他们就很年轻啊 嗯 他们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实有人这样分析 就是在上个世纪 就是20世纪 那是一个这个物理学知识大爆发的年代 如果以物理学的发展的这个年代来看的话 我们在19世纪末是有点停滞的 那时候的物理学家甚至至得意满 就说哎呀没有天下没有新发现了啦 你们这些物理学家的后生晚辈啊 这个以后要做这个实验 你专就的是把它量的更准 去追求小数点下几十位的这个精准度 就没有别的可以做了 理论都已经发展完了 可是到了20世纪发生了一个大爆炸 那当然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爱因斯坦嘛 爱因斯坦提出来了这一个相对论嘛 那相对论是一个大革命 那另外一个就是量子物理 量子物理上次我们有聊到嘛 像是那个薛丁格 那些海森堡这些等人 那他们提出来这个革命整个推翻了 因为我们发现哇在很小很小的尺度底下 我们以前的物理都不能够适用了 所以就有一些新发现 那新发现这个有一个突破口以后 哇这个学物就像爆炸式的整个一直发展 所以甚至有人讲的比较夸张 在那个大爆炸的年代就算是这个庸才可能有了不起的发现 所以有时候有些科学家 当然是比较酸的科学家 就是说生不逢尘 就是他生在那个年代 当然可能也沾上边了 不过那个年代的科学家真的比较少 比如说我们现在物理学家 我算一下大概有上百万人跑不掉了 你看全全世界有这么多国家 这么多大学 那可是那个年代的话 你看到学问主要都集中在一些科技先进的国家嘛 对不对 你看191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还在这个闹 清朝革命 革命的时候啊 绑辫子啊 那时候真的是没什么发展嘛 所以那可是那时候 已经在西方 已经有这科学大革命了 所以那边的科学家 虽然人也不多 大概1000多人 可是全部是投入在这个大发现 所以那一发现 立刻就被肯定了嘛 因为这就是大家都可以确定的事情 所以立刻得奖了 那杨振宁理政道 他们就刚好就是我们 差不多到了抗战那个年代嘛 他们都是西南年大的嘛 对对对 然后出国留学 刚好在这个大爆炸的这一波 刚好是差不多已经快到尾声了 可是也有赶上这一波大发现 所以呢 他们的发现也立刻得到证实 那也的确是重要的发现 所以他立刻就得奖 就得奖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年轻 然后这一次的 就是说实在搞了半天 我还是不知道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家 他们这到底在干嘛 等一下我们再聊聊 他们研究出来的这些物质 对于在应用上面 人类的应用上面 我们在有什么 有什么 这个是大问题了 这是大问题了 其实你来看这两个 这几个科学家 当然一方面年纪特别大 这个七十几岁才得奖 刚才讲到了杨振宁 正到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就可以得奖了 比起来差了三十几年 可是这个研究 其实严格来讲是 1970年左右 在做了研究 就是这几位科学家 在1970年就做这个研究 可你说为什么 我们一般大众都没有感知到 因为它离应用真的有点远 甚至 可是它的最大的价值是 它开创了一个新的科学的研究方向 那这一次 如果你注意一下大陆那边的新闻 很多人还在讲说 好可惜哦 这是没有华人 因为也有华人科学家 在这个拓普 像变这一块领域 有很高的声望 像是史丹佛大学那边的教授 张守成 他是华人科学家 他是从中国大陆 然后到美国去留学 然后后来就留在那边做研究的 他做了拓普绝缘体 就是这个最新 这个拓普领域的最新 拓普物理学的最新领域的一个研究 而且他很可能 立刻就跟应用 可以挂上边的 可是连这种最新研究 都还没有跟应用连在一起 他们就说这个拓普绝缘体 以后可能可以拿来做 比如说量子电脑 像是我们最聊得到吧 大陆最有没有发展量子相关的东西 所以像这种拓普类的东西 未来他有些新颖的物理特性 有可能会用在量子计算 可是还没有啦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听不懂 是他就说什么这个研究 可以让这个拓普材料 用在电子学和超导体 未来未来未来 未来部分 然后说这一次 诺贝尔物理学奖 有一个遗珠 就是有关于重力波的研究的学者 是不是 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个原因是因为 如果要讲物理学界 最近比较热的问题 那当然就是 今年 今年大概2月的时候 差不多情人节那附近 对于物理学来 家来讲 我们常会讲说 物理学就是我们的情人 好了 这个不要吹牛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就是我们号称 就是有一个那个legal 就是他们这个重力波实验室 雷射重力波实验室 发现了这个重力波 重力波 重力波 这样子开设 因为太厉害了 他应该被藏传佛教认证 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回到98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继续请中原大学物理系的副教授 许晶玲老师Zio老师来跟我们讲 这非常有意思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以及他今年没有得奖的重大的遗珠 到底什么是重力波 然后这些学者的重大的发现 对于我们造成了些什么样的重大的影响 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尹乃金 今天在现场我们科技新知 请到的是受到听众朋友很喜欢的 这个许晶玲老师 中原大学物理系的副教授 Zio老师来跟我们讲 这个非常的深奥的 我们都会被物理学奖 今年都特别难了 以前还没有这么难 今年都特别难 因为他还没有太多应用面上面的可能性 说实在都很难 像比如说我都以为这搞不太清楚 像那个杨振宁李振道 两位这个教授呢 是因为语称不守恒 语称不守恒 对对对 名称我是很熟了啦 然后什么 在什么状态 有什么弱作用力 对对对对 其实他的概念是很简单的 我讲很简单的话 好像有点点这个物理人的骄傲 没有啦 就是说我们物理学上 对称性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像跟今年的研究 其实某个程度上面有关联 就是对称性 他在对称性这件事情 那对称性在物理学上面的话 很直觉的就是很多对称嘛 比如说我们一个东西 你把它平移以后 OK 它要是还是长得一样 就是要平移对称 那最明显的对称就是看镜子 镜子的人跟你长得是不是很像 对不对 这是一个镜像对称 先生老师你好棒啊 你提到一个 这个我们大家都会理解的 原则就是物理上的对称 对对对 太棒了 那我们会这样直觉 就觉得松一口气 好 那我们直觉任何物理实验 我这边做了一个物理实验 我放在镜子里头看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实验 比如说打撞球 你拿一边镜子看镜子里头的撞球台 你会觉得上面的碰撞 是不是都是可能发生的 可是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撞球台上面的 这些撞球 全部换成基本粒子 那你会发现 有一些基本粒子的这些反应 它的现象 居然在镜子里头的 是不可能被观察到的 在真实世界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我们从镜子里头一看 就说这种碰撞方式 这种基本粒子的反应方式 是在自然界是找不到的 这就是一种很奇怪的不守恒 对不对 我们人日常生活 任何东西印在镜子里 除了字你看有点怪 可是它没有影响任何物理学 我们在正常世界发生的事情 跑跑跳跳 在镜子里头 看一个人在里头跑跑跳跳 你也觉得很正常 可是基本的意思就是有一些 在镜子里头的行为 是不可能对应到真实的 这就是语称不守恒 所以有一个人打比方 就是说如果 我们有一天跟外星人联络上了 然后呢 他们说 你们的语会里头 有一个叫左 一个叫右 因为我们两边不能见面嘛 我们只能靠通讯嘛 然后你们的概念里头 有一个叫左边 一个叫右边 请问是什么意思 我总不能跟他说 我右边就是拿筷子的 那只手叫右边 外星人绝对不会有 这个右手拿筷子的概念嘛 所以左右 可是如果传统来概念 左右都是对称的 你要怎么让外星人知道呢 那其实一个方法就是利用 这个杨正林理政道的 语称不守恒 你说你来做一个实验 你们的科技这么发达了 你们是可以 我们像杨正林理政道 他理论里头的 做一个这样子的 基本例子实验 然后你会发现 某种现象不会发生 某种现象会不会发生 它就是一个镜像的不对称 就是语称不守恒 所以你在用这个 做出发点 你就可以定义出 我们什么叫左边 什么叫右边 是哦 原来是这样 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联 没有关联了 这个是发现就对了 这个尤其像这个 这个到底有什么用 真的很远 可是我也必须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物理学家 最能吹牛 就是改变这个世界的 就是物理学家 可是最有名的就是 1960年代发现了一个东西 叫做镭射 镭射在发现的时候 一堆人也想说 这东西要干嘛 就一个特别亮的光 有什么用 现在没有镭射 你连去7-11买东西 都刷不过那个条码 有道理 对啊 真的很有用 好很好 厉害 那重力泼 重力泼 对 刚才聊到重力泼 重力泼在情人节的时候 这个情人节礼物 这个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有观察 因为说我们以前 对重力泼的观察 都是比较间接的 那这一次是非常直接的 可是重力泼非常难量 因为它非常微弱 在自然界的粒里头 重力是异常的弱 你常常会觉得 重力哪有异常的弱 连这个苹果 对不对 掉到牛顿头上 大家都会发现的重力 对不对 我们上课都喜欢 这个感流行一下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对不对 碰 OK Apple掉到头上 Apple掉到head上 就一个 发现了万有引力 对 好 那这个 万有引力 虽然连牛顿都可以观察到 一个苹果掉下来 应该多大家在日常生活 都可以感觉到 但是那是因为地球的质量 实在是太大了 地球的质量太大了 你才会觉得重力很明显 可是自然界 其实重力是很不明显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 要是我们之间的 重力很明显 我们两个人就吸在一起了 所以平时你根本不用担心 我任何物体会吸到我身上 所以重力相对而言 是非常非常微弱的 原来是因为地球的质量太大 地球质量真的非常大 非常大 我们对这个世界好不理解 所以在我们周遭的时候 你唯一关心的就是 地球的质量给我们的影响 那个就是所谓的重量 你根本就不关心 两个物体之间的重量 有什么互相影响 可是要记得 重力又被称为万有引力 是所有的物体 两者之间都有的 所以重力其实是很微弱的 很难量到的 根本看不到的 所以重力波 我们从来没有直接被测量过 那这一次 他们其实是量到了 大家知道黑洞嘛 有没有看一些电影就知道了 这个黑洞 那甚至这次的重力波 的量色装置 跟我们上一次聊的 那个很红的电影啊 那个什么 星际效应 星际效应 他这部片子 有科学考据嘛 他背后的考据人 就是那个加州理工的索恩教授 那索恩教授 他就是提倡啊 我们要不要来盖一个啊 这个量重力波的装置啊 于是他就跟麻省理工啊 对加州理工跟麻省理工 在美国就是一个在西岸 一个在东岸嘛 可是都是超厉害的 对啊 他们就联合起来啊 然后跟美国要钱啊 这个大概是美国的 这个科学经费 最大的几笔支出之一 想象起来 就有一种那种起鸡皮疙瘩的兴奋感 因为呢 你要怎么去测量 要怎么样去测量 他就是因为两个黑洞 在互相撞击的时候呢 合并黑洞 对 撞击合并的时候 发出的这个微弱微弱的这个重力波 真的 而且是说你怎么这样去 要怎样去测量那个黑洞呢 而且他们还要合并 你怎么会等得到啊 所以其实那个是完全靠几率 我们真的没有要预测啊 所以你怎么会等得到呢 我们真的没办法预测 因为它太远了 而且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根据相对论 光束是恒定的 重力波就是光束 所以这个是发生在很久 光束是恒定的 光束是恒定的 这是相对论的一个很重要的 是哦 原来如此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抬头看天上 其实我们会感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我们看到了每颗猩猩 它们跟我们的距离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几光年 几外光年 说多几百光年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猩猩 是古老的猩猩 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猩猩 我们看到那个猩猩的时候 那个猩猩 其实可能是死掉了 对 而且呢 每颗猩猩是不同的年纪 因为它是不同的距离 所以那个黑洞的合并 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只是它的重力波 到现在才传到我们这边 我们才量得到 哦 而且它就是要很大的变化 要很大的起伏 两颗黑洞融合在一起 那样大的变化 我们才量得到 怎么观测啊 所以呢 它就用镭射嘛 所以刚才讲了 镭射又很有用了 镭射是可以很久的 装置怎么观测 好神奇啊 就是一个很大的装置嘛 你可以看到 重力波传过来的时候 一定也是一个距离过来的嘛 就从前面到后面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镭射测距离 拉得很长 所以重力波传过来的时候 就对两边会造成影响 然后就是在测量 这个谁的过程中 会造成整个测距仪 它信号上面 因为距离改变 因为重力波 其实是一种时空的扭曲 我讲一下很玄 不过这是爱因斯汗的 重力理论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重力 其实造成的是一种时空扭曲 时空扭曲的话 这个长度也被扭曲了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一 时间空间都会改变 对 那就是这一个长度的 这个微弱变化 我们就可以反推 是不是重力波 有通过 用这样的概念把它量出来 为什么那个 为什么它那个波动 在传的时候 会造成时空的扭曲啊 这个实在是很玄 而且重点就是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电影 很早 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那个朱蒂弗斯特演的 他们不就是装了好多 很那个巨型的那个天线 在观 要接收这个外星人的讯号 所以 因为那个 你说那个讯号 它就是这样子 它要经过 不知道多少年 才会 传到地球来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能量 它为什么不会在 传递的过程之中 减弱到 没有被发现呢 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减弱了 为什么 我们能量是守恒的 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平时 日常生活中 讲的减弱这件事情 是指说 比如说 我在绳子上面抖一下 这绳子的绳坡 传递的时候会减弱 那这个减弱的绳坡 能量到哪去了 它答案是消散到 大气里头去了 你的绳子跟空气碰撞 你的绳子本身的 绳子本身的分子 它摩擦 摩擦升热 热在消散到空气当中 所以这个能量 都是转成热 在消散到空气当中 那如果像在宇宙中 它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能量是守恒的 所以它传的时候 它就一直传过来 只是它因为 它范围会越来越大 例如它是一个球的波源 它传出去的这个能量 就是分布在一个 大的球壳上面 那距离越远 这个球壳不就越来越大 所以就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这能量传出来的时候 的确它的影响 是会越小的 可是它其实不是 不是消散掉 它是因为分布的范围 越来越大 所以你感觉就会越来越小 它为什么没有地方可以消散 因为能量是守恒的 对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 我们在传绳子的时候 它的能量会消散出去 它会变成热能会消散呢 对那是因为我们绳子 跟我们的空气 是不同的物质 可是你的时空结构 上面的一个震荡 它就是一个震荡了 对啊它为什么 它的震荡会造成这个扭曲呢 其实这是爱因斯坦这个 他想象的 应该是说 他广应相对论的一个结果 其实重力把东西扭曲 光是想象有点难 难懂 可是从实验上面 还蛮容易理解的 就是当年的观察 天文学家就有看到 这个外面的星空 射过来的时候 经过太阳 它真的会被弯曲 所以太阳的这个重力场太大了 它就把旁边的时空扭曲了 所以光本来走直线的 现在光走弯弯的了 那爱因斯坦是更扩张这个概念 我们说我们觉得有个力 他就说不要用力 用力这个来想象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这个物理模型 反而太过复杂 而且不够真的贴近 真正的我们对世界的描述 我们世界的描述 尽量简单 所以说简单 也是要需要一大堆数学 就是啊 然后他就说 我们其实这个重力 是一种时空的扭曲 一种空间的扭曲 所以大家可能有看过一个图 就是画一些方格 然后中间如果放了一个太阳 然后旁边的这个方格纸 就是我们的时空 就弯弯的弯下去 OK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弯下去就是坡啦 那当我们观测 当我们 所以他这个也是运气 对 他这个是运气 你怎么知道你会 你会侦测得到呢 而且这个当然也很戏剧化 他还把这一个坡动 转变成大家可以听到的声音 所以你会听到 哗哗哗的声音 这是做出来的吧 就是他就说 这其实是两个黑洞相撞的声音 可是其实严格来讲 这个相撞当然不会有声音 我们声音是空气的振动 他只是把这个重力波 转成一个空气的震荡 可计算的那个 对 换算 可换算成的一种声音 空气震荡 对对 让你听得比较有feel 比较有感觉 对 那可是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他们听到的时候就觉得 哇好棒 可是你 这个东西虽然是很重要的科学发现 可是我刚才讲到了 它是遗租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大家都认为 它是重要的发现 可是诺贝尔讲 绝对 其实我的同事就跟我讲说 今年搞不好是他 可是我就斩钉截铁的说 这不会 因为他还没有得到第二组 第二组的这一个科学家 对他证实 因为这个你可以看到 刚才乃静也说了 哇这好难遇到啊 这个两个黑洞碰在一起嘛 所以这个实验很难重复嘛 他是不能 他也许他量错了 谁知道 你怎么知道 那个就是重力波 对 所以你一定要有第二组 这有道理啊 对啊为什么 第二组人 OK 而且第二组人 已经不能看到 同样的黑洞了 他一定要看 其他的事件 看其他的事件 可是他计算 必须要符合我们 理论上的预测 然后要经得起些考验 然后两组的结果 互相印证 我们通常还会觉得 这个是真的 所以物理学 在颁奖的时候 刚才也讲到 为什么大家年纪越来越大 除了我们已经过了 那个大发现的时代之外 现在也重要的是说 你总不能颁错人吧 又不像文学讲 我颁了就算嘛 对不对 这个人就是文学厉害嘛 物理学总不能这样子吧 这什么话 这说的也是有道理 不过问题是说 因为这种东西 可遇不可求啊 所以你就算今天 颁给了这个重力波 发现证实 的确有重力波的这几个学者 可能你要证明到他是错的 可能我们现在人类都已经 应该是说 也是百年之后 他看着大概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嘴巴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尹乃金 我们继续请Zero老师 许晶玲老师呢 来跟我们聊这个 非常深奥而伟大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 极其遗珠 对对对 有发现 美国的天文学者鲁冰 他有发现那个黑暗物质 真的有黑暗物质 好好玩 他88岁了 我看他这个 还不赶快给他这个就是 Duck Matter又是一个 也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他叫Duck Matter 原来就是不会被看到 可是我们透过对于 这个宇宙的 这些时空趋率的计算 又预言 就是有这个Duck Matter 就是这个暗物质的存在 可是大家又 我们虽然到现在为止 他有发现 发现黑暗物质 但是在发现他之前 或者一直到现在 都已经有这么多的电影 和作品 都在讨论这些事情 对不对 很过瘾 这个都激发想象 当然你说什么用 我们又不能说 抓个大暗物质 这是暗物质 做的一个杯子 送你好有纪念价值 我们又不能做到这个事情 所以 这蛮酷的 对对对 所以物理学 物理学都是以好奇心 作为出发点的 所以我最怕人家 问我物理可以干嘛了 这个物理是满足梦想的 物理让我可以教书 哇 这个是非常实际的 对对对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也蛮好笑 他用什么方式来形容重力波呢 他说重力波呢 就是两个胖子 在星球河底 一身撞出来的能量 三八道宇宙中 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他不够胖 我们就看不到 所以这个黑洞 就是这个星体里头的胖子 我们非常感谢他 因为他很胖 所以信号很明显 我们才看得到 可是这真的太神奇了 他怎么会 怎么会去 怎么选择 然后怎么观测 你怎么会知道说 所以在物理学的观察上面 太多的 对 太多的位置 也应该这样说 在科学大发现上面 基运也是占着很重要的成分 大家都听说过 盘尼西林其实是因为一个意外 盘尼西林其实是霉菌 对对对 他培养的时候 哎呦 我的培养你发明了 发霉了 结果发现了盘尼西林 其实在物理学的发现上 也有类似的 比如说3K黑底辐射 那是什么东西啊 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厉害的 3K黑底辐射 是我们宇宙大爆炸 所残留下来的遗迹 很多人讲说你发现了3K黑底辐射 就预言了我们世界 的确从大爆炸过来的 因为我们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嘛 大爆炸是不是很热 然后你爆炸以后 宇宙一直膨胀嘛 膨胀以后 这一个能量散布在这个宇宙 就一直越来越冷 就冷却下来了 冷却下来 可是它冷却下来的温度不是零 温度本来高温 那冷下来越来越冷 越来越冷 总会冷到一个底线嘛 刚才你从温度 是不是就可以去反推 我们的宇宙是怎么样子变化过来的 有多大 或者它的年龄是怎么样子 那当初有一些预测了 可是没有人真的量到过 这个我们叫它背景辐射 因为它是残留在宇宙中的背景 结果有一个物理学家 他其实是坐在天文的 这个无线电波的量测 所以量无线电波 他量到一个杂讯 超讨厌的 怎么这么一个杂讯弄都弄不掉 然后就残求在背景上面 一个奇怪的杂讯 然后他就说在抱怨 然后跟他的同事抱怨 同事说 这我听说过 这搞不好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3K黑体辐射 就突然发现 对耶 真的完全符合了 所以那是无心插流 根本就不是要量 专门要去量这个3K黑体辐射 对 这个背景辐射 实际上意外的情形被量出来的 然后这个发现 然后真正的测到发现之后 就会对于宇宙大爆炸的那些 又有再更进一步的认识 对 正识之类的 你相不相信有外星人 哎呀 这个常常被人家问 对啊 这个 其实物理学家有很多人讨论过 像费米这些文化科学家 都有讲说 如果宇宙这么多星球 然后有没有多少机率 有外星人 这些外星人会已经碰到我们了 我相信 不相信有外星人 我们用最物理学家的讲法说 我们觉得有很高的机率是有的 你干嘛那么谨慎 你知道吗 我是相信的 因为 也是我刚刚讲的那部同样的电影 那个 那个电影的英文名字是不是就是Contact 就是那个朱蒂佛斯的那个电影里面 好像是他爸爸吧 还是什么就讲 就是说 相信有外星人啊 因为宇宙这么大 如果只有地球 地球人的话 不是太寂寞了吗 你知道刘宝洁啊 他在访问这个朱立伦的时候啊 那已经是好几年前了 保安朱立伦的时候 他就神来一笔 就问朱立伦说呢 他相不相信有外星人 我记得朱立伦的答案好像是相信吧 应该是相信吧 那一瞬间 收视率飙高 大家都在期待这个答案 而且他又拍了个片子 大家都觉得这个理所当然 他就代言人了 谁 什么东西 可是为什么如果有外星人的话 为什么我们这么 就很多的讲法 到现在大家都还没相遇呢 太远了 就太远了 生命形态不见得是一样的 OK 然后又一个可能是 他本来就已经在地球上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对对 这是最浪漫的 就是这个MV MV 对 心意在你的概念 他其实来了嘛 心意在你真的是太酷了 特别是呢 他在里面呢 指出来这些人是外星人 他就是 真的很怪 像那个 对对对 对啦 大家都可以满足很多想象 奇奇怪怪的那些老师啊 对啊 Michael Jackson他们应该就是外星人 对啊 这对还蛮有趣的 可是我没有那么偏要把这些大发现都推给外星人 因为你总有一个源头嘛 你说这些人是因为外星人特别厉害 那外星人本身的科学有怎么发展的 他们也是一步摸索过来的嘛 我们人也是这样一步摸索过来的 所以总有人是这样一路这样摸索的嘛 所以我们的这些大发现 那你是因为是达尔文的那个啊 演化论啊 影响了你这方面的认知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谋生是我同意啦 是是是 对啊 我相信 如果说他那个星球 他本身是属于 比如说大爆炸或是什么那样之后 他是属于那些化学粒子的合成呢 嗯 然后呢 对啊 所以他可能的那个组成的成分跟人类就不一样 有有有有有这样的讲法 有这样的讲法 对 可是我只是说 呃 外星人有可能存在的 可是他文明可能跟我们不见得完全一样 然后我们有一些人类发展上面的这些重大突破 我们都很怀疑是外星人帮了我们一把 嗯 可是仔细想想看 外星人他们当初得到这些成果 他们又怎么来的 对 我知道 怎么能一个推一个嘛 搞不好他这个原始的 他的那个组成的成分不一样 他的智商以及他的那个就就不同呢 这也是有可能啊 不是吗 是是是是是 我 否则的话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太能够解释的 在台在这个地球上面的像不管是金字塔这些 为什么他可以在一个这么好 这么缺乏的状况之下能够建造出来呢 物资啊各方面 这个物理学家就会跟你讲了 这个一定有解释的 但是呢 现在可能还没骂给你而已 哈哈哈哈 什么东西 对 我这非常的有趣啊 也非常的谢谢 嗯 Zilla老师呢 在每个月呢 来带给我们一次 呃 这么 这么深入浅出的 哈哈哈哈 物理学上的这些知识啊 谢谢Zilla老师 我给你